这位詹乐侠检察官 当时一开始 SEC查 你记住SEC调查的时候 基本上他在那会儿调查你的时候 就是检察官就会在那陪着 他就会跟着你这个事 他不一定调查你 他就会跟着 他从来没有要求说 对我们正式实施谋查 然后呢 就是人家的也没给发过死批呢 严格讲就叫梅利案 SEC和解之后 他们就找我们 他主动找我们 说要跟我们和解 我们都拒绝了的 因为他说 他要包含VOG 包含九指腰 我说你不能包含九指腰个人 你也不能包含VOG 他很奇怪了 那你为啥不让包含VOG和九指腰 这两个完全两个概念 九指腰他一定不能被赦免 形式要查的 但VOG一定要给他豁免 VOG豁免就是这怎么办呢 我说VOG的豁免 在ICC想钱要保证 所以SEC把VOG保证了 钱拿回来了 是吧 一分也不能少 但另外一个角度上 形式调查不能少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我要是狠一点的话 跟你说实在话 我可以让我九指腰万劫不服的境界 我没有这么做 原因就是九指腰曾经 他的爆料革命也做过事 说实话 我对九指腰下不得那种最狠的手 这我就留了一面生路 大家你们都看见没有 因为这个 我说这次 我本人 我不要 我本人跟你和解里面 你把我也列入调查 九指腰他一定会胡说八道 我这干什么 我这干什么的 是吧 我说你把我列在那 把我和九指腰一起来行事调查 为什么呢 我要把战友其他 还有一个凤凰农场的钱要拿出来 你凤凰农场 没问的钱 你不拿出来不行啊 因为这个我承担 我说你可以对我行事调查 这是根本原因 所以九指腰和我 第一 在这个SEC的案子上 为了拿回钱 必须赦免九指腰 给他把他加入和解 和解是咱的律师谈的 是我们谈的 要加入威游机 少罚点款 不要罚那么多 因为他以为他不还钱就拉倒了 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个不罚钱是每天都积累的 那九指腰他儿子那是那是了不得的 所以尽量给他少压点钱 再一个不要伤害到战友们的任何一份钱 但是在卖问和凤凰农场的这件事上 我愿意跟我自己让他接受个调查 因为那个钱币得拿回来 战友的钱 所以我就接受这个形式调查 那么跟这个检察官这个和解里面 大家都敢并不包含威游机和九指腰 也不包含我 但是战友的东西全部被涉免 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 不涉及到任何诈骗 任何刑事犯罪 这是天大的事 没有这两句话 我们不会给他和解了 这是重中之重 给我们是正了名 更重要的是 我们战友一分钱也不能拿走 必须给拿回来 而且你不能说但是怎么样 还有对整个系列 不能有任何以后的所谓的禁制 进入到美国的金融市场 这是绝不可以的 那对战友们的那个损失太大了 没有任何进入 这是天大的事 比刑事犯罪这个事 一点都不小 包括我 王彦平 我们那些外国的这管理者们 都不能有进入 这是天大的事 没有进入 没有刑事犯罪 所有的所谓的 就说到了一个 就是我们没有申请什么牌照 那胡说八道的 我再告诉大家 百分之百是合规合法的 只有一个就是因为VOG 处犯了2000的椅子的条例 这个你要超过2000 你要申报所谓的执照